一个瘸腿的服务员面对一帮流氓的挑衅 他一拳就把带头的墨镜捶碎 随后上百号小弟气势汹汹 站在了服务员身后为其助威 流氓头子怎么都没有想到 一个瘸腿服务员竟会有这么多小弟 这个服务员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故事要从数年前说起 他叫九文龙 生姓好多 乃是黑道上的风云人物 他还有个跟他齐名的女友洪姐 当时更是被人尊称为当代神雕侠侣 这天社团老大指派给他一项任务 目的是去泰国刺杀一帮派大佬 九文龙心中清楚 这次任务十分危险 他不理会女友想要同行的念头 顺势将他锁在房间 独自打车离开 九文龙带着两名小弟来到泰国 本来事情发展还算顺利 但目标身为一帮大佬 他在泰国的势力也算人强马壮 一声令下 几十个小弟瞬间上前帮忙 要说九文龙虽是骁勇善战 可那也架不住对方上百个小弟围攻 人海战术下 就连同行小弟也被当场砍死 九文龙心烦意乱 正想同另一名小弟逃走 不料小弟被拉下货车 九文龙扭头前去救人 但是他的腿又被一刀戳中 小弟拼死为他拦住追兵 九文龙最终狼狈逃走 他先是找到一家酒店 向社区老大寻求帮助 老大窒息情况 告诉他不要走动 帮派会立即派人过去支援 可当九文龙放下戒心 静等来的帮派援兵 却是一群身穿警服的条子 直到此刻他才放弃 自己已经被帮派放弃 最终因腿脚不变 九文龙没能逃出围剿 被捕入狱 在此期间 他见识到了监狱中 各种穷凶极恶的罪犯 在行刑前一夜里的忏悔和不舍 其中他又收到了 父亲临死前的一封信 身为人子 他却无法去见父亲最后一面 转眼间几年过去 九文龙刑满释放 他独身来到香港 找到了一家九龙兵士 这家兵士是他出钱给朋友开的 而他也准备在这里 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就这样 纵横江湖的风云人物九文龙 转身变成了一名普通服务员 可是他大彻大悟 心灰意冷的想要退出江湖 但江湖真的能如他所愿吗 曾经的手下一波又一波前来拜访 他们都是仰慕九文龙威名 想跟着他打拼天下 有人想让他复出 自然也有人想让他消失 这个男人名叫火山 他曾是九文龙手下小弟 当年为其沾前马后 现在坐上了曾经大哥的位置 他对眼前这个瘸腿废物表示不懈 讥讽他还想复出打拼天下 大车大悟的九文龙不与理会 坦言江湖的事与自个儿无关 他拒绝一切道上往来 悠闲的过着岁月静好的时光 但是上天显然不想放过这个半残的男子 这天 一个女人带着孩子来到餐厅 吃过饭后 女人便匆匆忙忙的离开了 直到深夜餐厅打样都没回来 九文龙略感蹊跷 结果男孩手中纸片打通了电话 对方自称有事离开 但这个孩子是你的孩子 至于他的母亲叫做红姐 记忆中的当年早已模糊 而改过自新的九文龙自然不会放任小孩不管 年幼的小龙非常懂事 他自己换好衣服定上闹钟 第二天在九文龙陪同下 早早便去了学校 当九文龙回到餐厅 恰逢几个流氓上门姿势 不高兴的流氓一抬手就泼到了九文龙身上 这时一个女人突然出现 流氓见此吓得赶快离开了这里 她正是九文龙昔日女友红姐 红姐看到这一幕十分不理解 曾经那么厉害的九文龙 为什么变得这么窝囊废 九文龙对这些毫不在乎 她满口询问儿子小龙的事 但是红姐却一直劝她重出江湖 她满脑子都是昔日九文龙 威风八面的样子 对于儿子她毫不关心 甚至走的时候都没看一眼 为了逼迫九文龙重出江湖 红姐找到火山 要了一批1500万的货 准备驻她东山再起 九文龙对此一概不知 此时的她又遇到了混混干扰 嚣张无限的混混还想出手殴打小龙 出为人妇的九文龙立马将其制住 直接将几个混混丢了出去 喝过饮料的小龙一直在摇头 正当九文龙想去医院急救时 不甘心的混混找来了大哥寻仇 九文龙见此 让老师先带小龙去医院救治 自己则走出九龙兵室 一拳垂碎了混混老大墨镜 这时九文龙曾经的手下文讯也都赶来支援 上百号人瞬间包围眼前混混 一个茶餐厅的服务员竟然能叫来上百号人 这件事迅速传了出去 大家都以为九文龙要重出江湖 其中最开心的当然要属红姐 然而九文龙并不想惹是生非 他放任一众混混离开 又向周围弟兄们道谢 再次婉拒重出江湖的邀请 眼前这个残破不堪的男人 此时心中最在意的只有儿子小龙 与此同时 红姐拿出了火山的那批货 但他却出尔反尔 一副要钱没有的架势 对此火山只能将其囚禁 而红姐也是早有预谋 他事先让手下通知九文龙熟人 期待再度看到当年那名英雄 可九文龙并没有去救红姐 他找到红姐男朋友黄子告知情况 坦言自己无能为力 最终皇子出面拿钱赎人 红姐也顺理成章被男友救出 这段诡异的三角恋关系 直接导致红姐跟皇子反目成仇 满腔怒火的红姐来到九龙兵市 质问九文龙为什么不来救自己 他还是希望看到曾经的九文龙 可惜是非所愿物是人非 大车大物的红姐表示以后 他也会当个好母亲 盼望将儿子小龙抚养成人 与此同时 独守空房的皇子接到火山电话 知悉红姐跟九文龙纠缠不清 他立马动员势力 将学校的母子抓来 随后一群混混横冲直撞 闯入九龙兵市 老大皇子通知九文龙 红姐母子都在他手里 想要回他们就来天台做个了断 九文龙不想再管江湖市 但是江湖却始终不肯放过他 气愤的皇子指明要跟九文龙单挑 身为金牌打手的九文龙 对此那是欣然接受 他虽因当年任务身体残疾 但丰富的战斗经验 哪是皇子可以比拟 对比之下 对方显然是来送人头 九文龙神情严肃 不断闪躲皇子的进攻同时 再而不慌不忙地加以反击 最终皇子盛怒抓起一旁钢管 仗着盾气在手 吹起反攻号角 九文龙见此 拽紧身后麻绳 一记回旋梯击退皇子 抢过手中凶器 宣布战斗结果 失利的皇子遵守了约定 从此离开香港 红姐跟儿子小龙也被放了出来 儿子说他想赶快离开这里 正当此时 以无名小子一刀捅向了九文龙心脏 口上不断叫嚷着要为大哥报仇 九文龙倒了 但他的目光自始自终看向儿子小龙 最终用尽最后力气说了声抱歉 自己无法遵守当初承诺 九龙兵士是由马楚成指导 正一见莫文卫等人出演的动作剧情类电影 有人说这是古惑仔系列的收官之作 一个黑帮大哥的落寞收场 还有人说 这是正一见对古惑仔系列的反思 他想让那些因为他误入歧途的人得以改正 无论如何 作为单个影片来说 九龙兵士本身剧情算不上精彩 但他其包含的深意却让人印象深刻 记忆犹新 那么你怎么评价这部电影 欢迎打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好了 今天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最后求求大伙点个关注吧 你们的点赞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孟德斯就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订阅